那豐古市的波浪發電 林董等下會講他的東西 他是波浪發電 那國內有一家企業叫萬基鋼鐵 他是做海洋發電 他自己研發投入 非常Undertable的一個 他曾經在我們的台南 江南大迅這邊 然後 他跟那個水利署回起來 然後做測試 那後來這個也都全部又拆掉了 全部復原 然後他自己做研發 他的葉片主體是這樣子 然後一樣做生薑系統 然後 他從應該是從2009年 他自己公司大概投入了兩三億 然後也是非常 大刀闊斧的 那我 這樣評估起來 我會覺得這套已經是超越英國了 這套超越英國了 這個是在今年的台東金尊與港 事實上Robin Robin剛剛那個 那個英國皇家院士 他事實上也到過那個萬基鋼鐵 去看過實際的 然後甚至也到那個 所以他們英國也是非常積極在 了解一下世界的 動態 那最新的狀況就是 他們事實上已經 不是 在 加南大郡這樣玩玩而已 他們 都已經做好原型機了 然後拖到新鎮魚港 等待下水 做測試等待下水 這是要拉近一點 他這樣子15000瓦 可以 但是他的 這個也是先導型 測試機 如果測試OK 基本上就是 Megawatt以上的 Megawatt以上的裝置 去布放 那這是 我們 有在 在 我們國科會裡面一些 長官還有 專家學者有去 到現場去看過 他的葉片 等等 一些 然後大概 希望今年 7月 能夠有好消息 因為 他事實上 這套 是有受到漁民的 抗爭 所以說要多通很久 7月才有可能 我再講一下 我們的商業 商業化 海洋能源發電商業化 模式 我個人的一些 前見 高雄陸主有一個 太陽能的發電廠 我們算一下他的 建廠成本 他 100萬瓦2億 除起來1000瓦 大部分都是用1000瓦 來去估算建廠成本 1000瓦大概合台幣20萬 這太陽能發電 台電 前一陣子有投資 陸上發電機 基本上這幾年都已經陸陸續建置完成 30萬千瓦 190億 186部 1000瓦大概5.8萬 所以那時候 那個海洋大學 的教授說 王文平請你估一下 台灣建廠成本 我說我好可憐 我硬著頭皮做一些研究 他真的把他估出來 海蛇號 海蛇號剛我說的 所說的 他750千瓦 他要 含安裝 含運費 運到台灣來安裝好 他要價3億台幣 一出起來1000瓦40萬 出起來1000瓦40萬 所以我那時候就估 海流 發電或是波蘭發電 你的建廠成本 你的建廠成本 1000瓦 要在10萬塊左右 要在10萬塊 後來那天我 我到海洋 大學演講 然後後來那個 在場有一個公營院的 他說他們公營院 1000瓦12萬 我說 我這邊估的是量產的啦 你那邊可能還 還是在 商業運轉 八階段 商業 商業化運轉 真的要在10萬 而且還要 寒部幫他安裝 而且海底依然到 按上第一 增壓站 那種 發電機一定要增壓 然後再往外送 往路地上送 各電各式電廠的 對不起 我的 我的 成本估算是有依據的 1000瓦 10萬塊 大概合美金 大概就是3000 美金 美金 然後1000瓦多少美金 就大概就是 10萬塊都要3000美金 一拉 往左邊的 基本上你就是要 打敗左邊的 你要把成本壓低到 3000塊美金以下 才能打敗左邊的 那基本上右邊基本上都是 比如說風力發電的話當然也是在裡面 水力發電 那這個的話就是有一些 平均值大概在這裡 比如說核能 1000瓦大概4500 但是有的建廠 1000瓦只要2000美金而已 有的1000瓦只要 要加到7000美金 各地不一樣 所以這樣土基本上是融合了很多的資料把它融合起來 所以這樣 估出來的 我的估算是 1000瓦要10萬塊美金的電 但是你要注意到 有一個容量因子 也就是說 你有這樣的裝置容量 但是不一定能夠發出這樣的電出來 這是把剛剛的所有的 類型 他的那個 我們來看一下 一個 沒了 0.85 就是扣除掉它維修啊停機的時間 核能蠻高的 核能0.89到0.91 所以核能 還算蠻穩定的 太陽能就要很低 雲一來 遮了就沒了 所以0.2而已 那個孟米 對不起 因為我看你那個地熱發電那個部分 對 說 0點多 這個你是怎麼算出來的 這個也是參考 他 不是我算 他 就是 收集很多資料把它列出來的 但是我事實上也針對有些數據質疑 所以這邊都只能做一些參考 去做一些比較 因為這種東西 你也不知道他背後到底運算公司是什麼 那地熱發電基本上 可以是做一個穩定的一個發電系統 因為他的熱是很穩定的供應 事實上是很穩定的一個供應 是目前大型的還沒有 是 大型還沒有 海洋能就是有這種風險 一個浪來就 就沒了 整個店都沒了 不是說 本來還有100度 現在 95度 現在80度 沒有 100度之後就是零度 就沒了 那我剛剛所說的 MCT 他們在 海報的身上 裝了 GPS發電 GPS追蹤器 他們就是想了解說這樣的數量 他裝在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數量會不會影響他們的減少 或是影響他們的活動 那很不巧 有一個蠻好玩的 他們說 他們說 有一次就剛好 哇 這樣跑跑跑 跑到這邊度假 然後我說 他們開玩笑 我翻成中文就說 這隻可能剛好跑到這邊去找小三 然後 再留回來 這很遠 50公里 所以說他們的 海報的那個 活動範圍 事實上 無視禁止於在 剛剛所說的系統區 事實上在其他地方 他有可能到達 到那邊去 那既有電廠運作模式我想 大概 大家都專家 大概 那個 台灣 電廠的發電容量 我們看一下 土資好了 這最新的 火力發電 燃煤燃油燃氣 加起來容量 佔比大概是 72% 他的裝置容量就是 大概接近3萬 3萬メガ瓦 所以是 我們主力是火力發電 實際 發電比73 那核能的話是 實際發電比是 大概20% 所以我們說五分之一的是核能發電 那再來就是其他的就是 抽取水利就是 日月潭那個 抽取水利 他的 他的真正 實際佔比很低 他容量 還不錯 6點多 當然實際佔比很低 因為你要把水再抽回來 然後再發電 所以基本上就耗掉了 但是 這個是有必要的 再生能源 浪不浪浪加起來 水利都還加進去 再生能源 水利發電 風力太陽能加起來 才2782 沒高 他的實際發電佔領 只有佔全台灣的 一年 3.5% 那氣增公升 就是 譬如台塑 還有 我們的一些 比較 焚化爐 焚化廠 基本上 我們 去年 2012年的用電量 比 2011年 少0.6 0.6 那我剛剛所說的 大概4萬1千 4萬1千 沒高 全台灣的 總發電裝置 4萬1千沒高 那這次台電的 這次經濟部 他 規劃我們一些 再生能源的一個 那個 Miles Stone 海航能源他說 2025年要200 MW 我就不知道說怎麼來了 我很擔心 所以我還幫他 我還幫他想 你知道 溫差要多少 波浪要多少 2009年的時候 還幫他想 沒有 不是幫他想 是自己做研究 這樣才有可能 20 要做一些事情 你看現在2013 2015至少有一點東西 2022有一點東西 你才有可能 在2025年才有200MW 你要基礎建設 等等 估計產值 我要學 工研院 估計產值 200億 這個是 這個就不講 這個 大概有一些營運模式 要參考 要跳脫一些傳統電廠的營運 所以我那時候是舉 陽機球場來 來做 來做 一些 例子 我想我把 推面 跑完 發電 不要只想要發電 你還有氣象關稅 你還有 影像建設 你還有漁業資源 你還有 海洋觀光可以做收入 不要只想要做發電 要多講話的經驗 海洋能源有一個 有一個特色就是要很多的一個領域來進來 才有可能成功 不是只有做海的 或是只有做電的 所以說那時候有提供一些 一些 一些建議 未來的趨勢發展 包括這五種形式 基本上 這兩種基本上都不用考慮 海潮流的話 我們台灣事實上 甚至台灣都有時機在 要下海運轉 波浪的官員事實上也有時機下海運轉 潮沙的話 就是你要煮水壩在 最好有河口 但是這個對於海岸的環境 會有很大的一個改變 那 韓國 法國各做一個 之後其他國家大概也沒有 那這是澎湖的海洋牧場 事實上也是 這邊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事實上 你小的波浪 波浪事實上也可能 可以發電 最後這張圖是最重要的 這張圖有一家人 那這是我 我太太照相 那這是我女兒 那這個是在宜蘭的 烏石港 那 這邊有波浪 講張圖一是說 我們是希望 從海裡面 拿到一點能源 但是不要忘了 在腳底下的沙灘 你們的下一代 或是我的下一代 也希望能夠在這邊快樂的玩沙 乾淨的 玩沙 我想 海洋能源的話要考慮到 這些 謝謝 謝謝 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是 等一下 陳教授講話 這個調子 再來 再來的話 時間比較好 我們請讀學長 張正 好 好